有些胆结石患者用了一段时间药 结石没有变小没有排出来 问还需不需要继续治疗 那么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全方面的分析 结石没有变小没有排出来的一些原因 那么第一个就是结石形成的时间比较长比较硬 比较长比较硬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这样的结石患者服用时间短的话 效果并不理想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结石比较大 这样的结石融石化石得需要一段时间 也不是短期内就能排出来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见到结石在变小 你服用一段时间药 你再去排个片子 前后片子对比就会发现结石在变小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患者本人对药物的吸收情况如何 如果吸收不好 那么也会影响疗效 有的人食欲比较差 你再看看他的舌尺舌胎 会发现舌尺厚腻 边上的有齿痕 排便也不好 大便不成形 或者粘腻沾马桶 这些都说明脾虚 用化功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要去举一化石 而是应该健脾 还应该健脾 脾背的用化功能恢复正常了 这样才有利于药物的吸收 有利于结石的溶开化开 那么第四种情况 就是医生的问题了 辩证浅方是否正确 你看如果有的患者 身边有瘀斑 这说明啥 有瘀症 身边瘀斑有瘀症了 这样我们在前方用药的时候 就得加入化瘀制品 你像加桃儿烘花 或者赤勺等等 那么如果结石比较硬的 短期内没有效果的 这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 软间散结制品 加什么好 你像憋甲 你像牡蜜 加入这些 还有的患者 疼痛症状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疼痛的性质 加入你像少药干草汤 失效散 或者金银子散 等等 总之 变症浅方非常重要 这一点也一定要注意 那么以上这些 就是我们常见的 患者服用了一段时间药 结石变化不明显 或者结石没有排出来的一些原因 有以上这些原因 我们也看到了 结石不是三天两天 就能够变小 就能够排除的 它就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患者也一定要坚持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有关于 接石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症状发给我 我给大家变成分析